爱迪生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发明家之一 他发明了灯淡 经过了连续工作24个小时 爱迪生的团队 完成了组装一个灯淡 他将制成品交给一个男孩 叫他戴上楼上 虽然这个男孩很小心 但由于太紧张了 将他跌到地上 你想想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爱迪生和他的团队 就要重新组装灯淡 美丽的事情是 爱迪生再次将灯淡交给这位男孩 你认为这些是什么呢 我称它为第二次的机会 在现代社会里面 我们很难会有第二次机会 如果你考试失败的话 你可能再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如果你搞坏了你的面试 你就没有工作了 如果你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你可能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在圣经里面 神经常给人第二次的机会 大卫王犯了罪 但是神是给他悔悔的机会 少彼得连续三次的否认耶稣基督 但是神却是给他有第二次的机会 少彼保罗错误的迫害耶稣基督的门徒 但是神却是给他第二次的机会 神总是给人第二次的机会 祂是赐下第二次机会的神 受苦节是復活节主日前的星期五 基督徒一起在这个日子里面 纪念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受苦节揭示出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是源自祂的善良和慈爱 我们相信的神是好的 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慈爱的 祂不只会为人提供第二次的机会 简单来说 受苦节揭示出神是第二次机会的主 在受苦节里面 基督徒应该去反思神的怜悯 由于神是以恩慈来对待我们 故事我们应该是 在生活里面去反映祂的慈怜 我必须承认对别人仁慈并不是那么容易 如果我们的亲人得罪了我们的话 即使以恩慈来对待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 假如我们的敌人伤害了我们 这样恩待他们简直好像是不可能一样 在受苦节让我们立志在言行方面 去反映神的恩慈 受苦节的重点是纪念耶稣的受苦 在罗马书3章25节 在罗马书3章25节之后 保罗提及耶稣基督的受苦 有没有看过 受难曲这套的电影 导演是Mel Gibson 在影片里面有很多描绘耶稣被人残暴 对待致死的场景 耶稣是没有罪的 但祂却是为我们的罪受苦 耶稣是完美的 祂是神的儿子 但祂竟然为我们的罪行写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传着感谢的心来纪念耶稣的恩情 我们因祂从神得到第二次的机会 因而得到宽恕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挽回祭可以翻译作诗恩座 诗恩座是约柜的金盖 它长约有四十五英寸 宽有二十七英寸 它是由纯金制成的 在盖上有两位的基路柏 诗恩座是神临在世上的记号 这个是诗恩座的图画 在旧约时代 大祭司在属罪日 在至圣所耍上祭生的血 主应他在那里和他的百姓相遇 如果你参考某些英文圣经的译本的话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指出耶稣不单只是属罪祭 祂就是施恩座 当还没有耶路撒冷的圣殿之前 以色列人就在会幕里面敬拜神 这里是一幅会幕的图 在会幕里面有六样的摆设 在图上面的顶部分 你可以看到摆放在致圣所的约柜 在圣所里面有香坛 金灯台和饼墙 在外院的里面有洗作盘和祭坛 有趣的地方就是六样的摆设 是形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形状 在寿难节的里面 耶稣被罗马的卫兵在鞭打 可怕的鞭打将他的背脊打到皮开肉烂 你有听过whipping boy这个名词 它的意思就是替罪羊或者待人受过者 在封建的时代 贵族会请家庭老师来教导他们的十文仔 在众多的奴隶当中 贵族会指派一个奴隶仔和他的儿子一起去成长 家庭老师会惩罚他们的学生 当贵族的儿子犯错的时候就会遭到刑罚 家庭老师不会贼打贵族的儿子 而却是打这个奴隶仔 直至是叫贵族的儿子是伤感 耶稣就好像替罪羊一样 替代我们被人鞭打 耶稣是无辜的 耶稣是替罪羊 由于我们无数的谎话 隐藏的性罪行和无数卑鄙的错误 耶稣就被人鞭打了 由于我们的罪 我们就叫耶稣受了在肉体方面的痛苦 当耶稣被鞭打的时候 我们应该感到伤感 为到全人类的罪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铁钉钉穿他的手腕和脚 血从他的伤口涌出来 将整个十字架是染满了血 在旧约时代 大祭司在赎罪日将制生的血 灑在施恩座上 在新约时代 大祭司耶稣却是在十字架上 灑上自己的血 十字架就是施恩座 罗马人强迫耶稣带上荆棘的冠冕 用这样的方式来嘲笑他 一滴一滴的血 从他的颜上流出来 将整个十字架是染满了血 耶稣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 耶稣受难日 是讲到耶稣的挽回祭和施恩座 在旧约时代 神应许在赎罪日和他的子民相会 在耶稣死的那天 神应许在十字架上跟我们相遇 使徒约翰在那宣告 他为到我们的罪 作了挽回祭 不是单止为到我们的罪 也是为到普天下人的罪 基于耶稣是挽回祭 属罪祭或者是施恩座 神就遥述了我们的罪 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 所有的人就享有第二次机会 来好好的生活 如果你想在戏院看电影的话 你就需要买票 根据你的票 戏票 就可以欣赏这套电影 耶稣受难日是解释人 怎样可以有进入许可 因而是可以与神相会 藉着耶稣的血 我们就可以去亲近神 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祂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生又活的路 从万子经过 这个万子就是祂的身体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那天发生了奇异的天文现象 从正五到三点 全地都被黑暗系笼罩住 在耶稣死之前 祂大声的叫 圣殿的万子就从上到下 列为两边 在至圣所和圣所之间 有一幅的万子 将两个空间分隔起来 万子的撕裂是象征 神让所有的人 都可以进入到 祂面前的新方式 在旧约时代 唯有大祭司才可以 进到这个的至圣所 为百姓献上这个血制 借着耶稣的死 借着神儿子的死 所有的人就可以得到神拯救的恩典 简单来说 所有承认自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就可以去到神的面前 受苦节是讲出了 人怎样可以去到神的面前 很多人自称是基督徒 但我们是否能够确定自己 已经享有这个进入许可 因而可以与神相会呢 关键就是我们必须重生 简单来说 只有神的子女才可以享有 这个进入许可 在神的面前 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他们被逐出医癫园 他们无法再一次与神 享受亲近 无法与神同在 这个是不是太过苛刻呢 由于神是圣洁的 并且祂是住在人 无法靠近的光的里面 这样罪人是无法接近祂的 很多人认为神是太过苛刻 但实际上祂是仁慈和善良的 神极之爱世人 所以祂总是希望与人相交的 通过十字架 所有基督徒就可以直接的 去亲近祂 当万子被撕裂的时候 所有罪人就可以进入到至圣所 在施恩座前和神会面 藉着十字架的大能 所有受伤的人 都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有第二次的机会 耶稣受难日是人享有这个 进入许可 A mission 到神面前的象征 透过耶稣的死 所有信徒都是享有进到神面前的恩典 主餐是人享有进入许可 A mission 到神面前的一个好例子 在还未成为基督徒之前 我们是被禁止进到神面前的 但是透过耶稣的血制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到神的面前 主餐的饼是耶稣基督身体的象征 葡萄汁是基督的血的象征 由于耶稣心爱我们 祂的身体就为我们撕裂 为我们的罪 祂流出补血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信徒就可以享有这个进入许可 A mission 到神的面前 祈祷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证实了基督徒已经享有这个进入许可 A mission 到神的面前 很多基督徒错误的 认为祈祷是信徒的职责 但其实这是一种蒙福的特权 藉着祈祷我们可以去到神的宝座面前 在我们最需要的时间 就可以得到神的恩惠和帮助 身为牧师我也会感觉到沮丧 但每当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我都会去到神的面前去尋找安慰和力量 同样的就是你们都可以享有这种福气 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为全人类祈祷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懂得 在罗马书的里面 指路保罗解释什么为之 与神和好的真理 由于世人的罪 叫我们和神之间有敌意 由于神和人类之间的不和 神就要求祂的儿子成为了宿罪制 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 信徒就能够和神和好 有圣经确实说 和解是一个生动的字眼 指出在争吵之后的讲和 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犯了罪 他们成为了神的敌人 神对他们很生气 就将他们逐出祂的面 罪是一种悲劣不服从的行为 罪是不尊重神的行为 让我举一个例子 你告诉你的儿子 不会在家里面玩火 他不单止玩火 还将整间屋烧了 你会怎样做呢? 你会不会这样说给你的儿子 不要紧要 我们反正都不喜欢这间屋 我们买一间新的 当然你不会这样说话 对你的儿子很生气是正常的 顺便说一下 你的儿子不是青少年人 而是一个三十岁的男人 和解或者和好是说明的 耶稣基督的死是使世人和神之间破坏的友谊 得到恢复 和解是一种个人的关系 神已经尽了祂的本分 耶稣已经为了我们的缘故 祂已经成为了代表 我们的罪写在十字架上面 我们应该有的回应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受难节是说出了什么叫和解 罪人是可以和神和好的 既然神已经为所有的人提供了第二次的机会 如果你是基督教信仰的局外人 你就应该找到这个机会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主耶稣说给他们 我们应该和人和解 简单来说 神已经给我们第二次机会 我们应该同样是这样做 亲爱的朋友 给你们老板第二次机会 你们的爸爸妈妈可能得罪过你 给他们第二次机会 我们很难不和兄弟姊妹争拗 给他们第二次机会 人制关系是困难的 给你们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第二次机会 婚姻的道路是有时候是崎嶇的 给你的配偶有第二次机会 你可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 给你自己第二次机会 世界各地有很多人 都是景仰邮吉尔着士 很多英国人视他为战争英雄 另一方面大多数正常人 都是鄙视希特拉 你们知不知道 他们两个人都有相似的童年 他们两个人都有不幸的童年 但是他们两个人所拣选的道路都很不同 幽吉尔着士拣选保卫自己的国家 希特拉却是拣选摧毁别人 我的信息有三个重点 三个重点都是证明神是 乐以赐给世人第二次机会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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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